玉琳國師之意 姐姐, 恭喜, 恭喜, 你又做新樂舞了, 我現在才有空恭喜你。 阿明, 自己人不要這麼客氣了, 其實一年幾天都要麻煩你, 我不好意思就真, 幸好只有你來幫忙。 自己人應該的, 不過都沒有什麼功夫, 男家那邊又沒有啰嗦。 當然, 女兒這麼難警, 唯一要嫁給玉琳, 要不然就會… 不要說了, 總之就錯戲了。 姐姐, 你也不用這麼勞氣, 其實現在都不錯, 錯誘錯著的。 錯誘錯著?為什麼? 喏, 你兩夫婦室下無疑, 只有一女兒, 如果嫁了出去, 你們就很寂寞。 現在招郎入社, 難得玉琳又無親無故。 這樣, 即是長久都是你身邊神分定醒, 其實就是你半個兒子。 當然是, 不過沒有功名, 我們是丞相府帝。 好閒的, 姐夫現在再朝貴為宰相, 大富大貴, 人緣也好, 開一對聲而已, 我想不怕沒有人舉戰她。 要她找回一官半職, 根本不難。 那也是。 還有啊, 姐姐, 過三兩年, 生幾個孫, 胖嘟嘟, 白酥酥, 眼仔滷滷, 嘴仔滷滷那陣, 個個爭著叫你婆婆。 那時候你就開心了, 到時, 我想你應都應不及了。 哈哈哈哈。 阿明啊, 你說得我心花怒荒, 哎呀, 我好開心啊, 等一會你多喝一杯吧。 好啊, 其實我說的是真的, 那時候你和姐夫, 還會健康長壽, 老如蟲伯, 大家白頭皆老, 共同享福啊。 哎呀, 阿明, 你說的說話, 真的好意頭的了, 你姐夫聽到, 都會開心啊。 是呀, 新姑爺呢, 翠紅。 哦, 舅爺, 新姑爺不是坐在花廳裡嗎? 哦, 是呀。 姐姐, 快點叫新姑爺進來吧, 好嗎? 好, 好, 好。 翠紅呀, 請新姑爺進來吧。 哦, 我去啦。 哦, 玉琳穿起新衣, 裝扮起來, 的確好英俊, 視得玉樹林風, 神清氣浪, 真是偏天俗世戒公主, 難怪外生女兒這麼刺濕。 那就是啦, 本來我們都不想, 玉琳自己也不願, 但女兒要這樣也無可奈何啊。 不過這樣也好, 幸好玉琳肯還祖。 好, 她進來了。 夫人, 舅爺, 新姑爺來了。 事主又來了。 哦, 姑爺, 我們現在是親戚, 你應該叫夫人做岳母, 叫我做舅父啊。 都是稱呼, 叫屍主更大方一點。 算了, 或許玉琳還想叫她親密一點。 親密一點? 是呀, 你可以跟老婆叫岳母做娘親的, 是不是, 姐姐? 好了好了, 無謂說這些了, 這時候不早的了, 送新郎哥進身房吧。 不用這麼早。 那真是奇了, 新郎哥進身房也會嫌早的。 阿明, 她是我的女婿, 不要開玩笑了。 同氣了, 她初初還祖, 什麼人都沒有。 安兄弟又沒有一個, 讓你送進身房吧。 好, 無謂說。 新姑爺, 我們走了。 走? 去哪裡? 怎麼會這樣? 來吧, 這邊, 走這邊吧。 姑爺, 這邊啊, 小姐等到頸都長了。 是呀。 玉琳, 進房間休息吧。 那你呢? 我? 我要回大廳, 有些人客還沒能撂羽呢? ء! 你不要走時, 進來先坐途吧。 會左, 上了, 我還要做那些屁臂 выд。 不行, 師主, 我求求你, 僱求求你, 你幫我進來坐也吧。 喔? 搁碗, 今晚是你動房花燭夜, 外人又怎樣幫忙呢? Hook 我出去吧。 師主, 李師主! 姑爺,寇老爺走了出去了 那我也出去了 别走,都晚了,无论出去 小姐在房里等了你很久 等我? 不是了,我还是要出去 姑爺,不要走来走去 进去,你进去 你不要吹我 对了,那就进来吧 小姐,小姐,新姑爺进来了 招呼一下 上公,请坐 施主 喝杯合紧酒吧 小姐,姑爺 姑爺,你坐下 可以了 上公,前 对不起,施主 我不喝得走 不怕 有茶,有茶可以代替 不用了 翠雄,很晚了 辛苦了你一天,你很累 不如你回出去,早点休息 哦 那 是的 是的 我先回出去 小姐 姑爺 你们早点休息 好 小姐 我想跟你聊聊天 好吗 好 上公 随便 随便 施主 你曾经答应过我 说凡事都愿意 听我的吩咐 是吗 是 不是 我是这样答应过你 那你知不知道 我想做第一件事 是什么 嗯 我想 你是否想说佛计 给我听一下 不是 哦 那是什么 上公 你便随便说 那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跑香 跑香 嗯 我不懂的 是什么 我解释你听 跑香 是佛门修行的一种方法 我们点着香 插好它 接着就跑步 就这样兜圈跑得了 由慢到快 哎呀 那我就很累了 哦 中间会停下来休息一下 有时还会请法师开试 有时有坐禅 收下指观 不会觉得累的 那啊 那也挺有趣的 不过这样 我都没试过跑步 不知道是不是很辛苦 不会很辛苦 这些是修行的方法 一方面又可以运动 我点香 我点香 我不懂的 我希望你试一下 你要尊重你自己的乐言 那 那 好吧 那我尽管试一下 我走在前面 你跟着我走 照着我做就可以了 好呢 这间房子这么阔 灯烛 灯烛 最适合就是跑香的了 那 我们开始吧 你 为什么你看着我 嗯 看着我 没什么 相公啊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虽然还了俗 但是 你仍然没有忘记修行 啊 习惯成自然 啊 开始了啊 嗯 默默的走 嗯 对了 跟着我 一路走啊 哦 是啊 这样兜圈就可以了 哦 走吧 跟着走啊 哦 继续走啊 嗯 嗯 现在可以跑了 慢慢跑步 跑步啊 慢慢可以了 哦 跑吧 跟著跑就可以了,施主 是啊,相公啊,我...我很累啊 我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是啊 這麼快就要休息? 你說可以坐禪的嘛 那不如休息一下,好嗎? 好啊,那坐下休息一下 那我先休息一下,好啊 好累啊 相公啊,你是不是說法? 如果是的,你就開始一下 開始? 嗯 好啊,我們隨便聊一下 嗯 對了,施主 你覺得我的相貌怎麼樣? 嗯... 相公的相貌很清瘦 五官端正 現在跑完步之後 臉色就更加紅人 嗯... 以世俗眼光看 或者像你這樣說的 不過長久分析 我這麼美好的相貌 都會有日腦太隆中 那時候也會雞皮學法 腰陀背曲的 哦... 講出來你或者不相信 不過事實是這樣 你不怕說,我會相信的 我就是為了追求生命的美好 追求生命的美好? 對了 我要追求永恆 達到生命的淨化,升華 所以我用出家的方式來修行 嗯... 我都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不明白不要緊 但是你應該知道 怎樣去尊重別人的理想 我...我真的不知道 施主 一個人形看上的美好 不過是暫時的 就算是施主你 又何嘗不是呢? 相公,你是說我? 是 雖然現在你很漂亮 花容月貌 不過年紀大了之後 一樣會雞皮學法 腦太隆中 那你修行 就可以免除生老病了嗎? 對了 修學佛法 正所謂勤修界定為 識滅貪真思 既然沒有了貪真思的因 當然也沒有生老病 等等的結果 這樣就可以解脫生命流轉 可以超越三界六道 哦... 這樣說得上來 豈不是我累了你? 唉... 都不可以完全賴你 我和你這段業縣 都是我自己的恩不清靜 是我累了你 我真的很難過 我們大家都難過 因為我們都正在浴海沉淪 現在還有一條繩綁住 更加麻煩 上公 我明白 我知道自己愚蠢 我不應該拖累你 不過 我真的很愛你 事主 世俗的愛 大多數是癡情 是佔有 並不是真正的愛 真正的愛 是應該尊重它 珍惜它 維護它 不是破壞或者摧殘 可惜世人只知道兒女情長 我現在明白了 其實我太任性 我不應該逼你還俗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如果事主你真的這麼豁達 那你就想通了 我希望你幫我一個忙 幫你一個忙? 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寬恕我? 我不只寬恕你 我還要真正准你離開上府 你准我離開上府? 那是不是准我回去崇恩寺? 是 我會跟爹娘說 請他們寬恕你 永遠都不再追究 事主 你對我恩重如山 我真的感激你了 天亮了 你可以走了 你的衣服 不要緊 我有和尚袍帶來了 我出去換了就可以回去 趁現在天還沒亮 你去後門走 好 事主 多謝你 發絲 真總 哈哈哈哈 阿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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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哈哈哈哈 你是奇人 千金小姐你都不要 還有本事盜人修行 不是阿 是她自己發心的 不關我事的 不關你事? 沒理會兒 千金小姐又怎會寫氣紅塵出家修道 好嗎? 各有前因 我陪你來 都很光彩的 有個這麼好的師弟 真是好 好 到這裡了 不要亂說話 兩位師父教到 翠雄見禮 不用客氣了 大師 請受禮 天忍大師到了 她和黃小姐替道 宏道比丘尼 拜佛拜佛 請問替道儀式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黃小姐已經換過衣服 在佛念等候 她安靜嗎? 安靜 安靜 好安靜 看不出黃小姐這麼解決 這麼放得下 我都好欽敬她 有教養的女子 是有智慧 是不同的 我們進去吧 弟子鼎禮師父 黃氏主有禮 既然替道 請法師給她一個法名呢? 嗯 好 聖群呢 希望你化道群眾 普道眾生 多謝師父 好 好 第一刀 斷除一切樂 第二刀 願收一切善 第三刀 細刀 細刀 一切善 恭喜聖群師父 又普道眾生 萬子千孫 花開見佛 啊 真是好啊 玉琳 你真是有緣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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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